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近日表示 在俄乌冲突中 大国不能欺负小国的国际秩序 基本规则被破坏了 请问 发言人这次有个评论 大国不能欺负小国 我想问问美方 想一想美国自己上世纪60年代 对古巴和巴拿马 80年代对格林纳达 90年代对南联盟 本世纪初对阿富汗和伊拉克 后来还有叙利亚 利比亚 问问美方他们都做了什么 美方的所作所为 才是世所公认的 大国欺负小国的典型例证 这是教科书级别的例证 为什么美国对这些事情 倒是闭口不提了呢 以大欺小的帽子 还是请美方自己先带正了再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